2月5日星期五 歡迎收睇明報5點半新聞 本省部門爭取時間 令疫苗接種計劃可以重回正軌 以及進一步了解變種病株對本省疫情的發展會造成什麼影響 亨利今天在公布本省最新疫情無形期間提及 本省的疫情曲線在去年12月開始已經逐步回落 但省外變種病株的個案仍然有頻頻增加 他指出本省只錄得28宗變種病株的個案 當中19宗是英國病株的個案 另外9宗是南非病株的個案 英國病株的病例大部分都是與旅遊有關的引入個案 但南非病株的個案基本上都是在本地感染 只有一宗是引入個案 亨利對此表示擔憂 並指鑑於這些變種病株的傳染性較高 加上疫苗接種計劃的執行也不如預期 所以衛生當局希望透過延長臨時限令 爭取時間進一步控制變種病株對本省疫情帶來的影響 同時製造時間讓疫苗的供應達到更穩定的水平 亨利另外有提到 省民目前的社交接觸只有疫情爆發之前的4-5成 無形的顯示在這個接觸水平 個案的增長仍然可以維持穩定 但亨利表示 如果社交接觸上升至60%或者更高 這樣將會導致個案增長急升 甚至到第一個不受控制的水平 這個也是他宣布延長臨時限令的主要原因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我是李智蓮博士 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的智能做天氣繼續有超級優惠 明天有問題嗎?來找我談談吧 出能天氣中心 助你聽得更好 聽得更清 飛斯衛生官員今天繼續公布最新的新冠疫情數據 坦內今天新增471宗確診病例 累計69,716人確診 當中208宗來自飛沙衛生區 108宗來自溫哥華園外衛生區 匯約個案目前有4423宗 當中253人需要住院 包括71人在心施治療捕留醫 另外有6886人正受公共衛生監察 省內還有6人逆亡 累計人數達1246人 而至今有62567名患者已經完全康復 省內今天沒有新的醫療履歷設施爆發疫情 但社區仍然持續出現病毒暴露風險 連鎖超市集團SOBIS今天公布 其校位於新西門Canavan Street 800號的Safery 有員工被驗出確診新冠病毒 而其最後的上班日期為1月29日 另外繼UBC早前報出有學生在校園聚會之後 校方發表通知警告學生必須遵守公共衛生指令 否則可能會面臨停貨甚至被學校開除的後果 省首席衛生官亨利今天也有提及 在過去半年所錄得的確診個案當中 大部分都是在20歲至49歲的省民當中傳播 統計也顯示20歲至29歲省民的確診比率持續超於首位 而好消息就是80歲以上長者的確診比率有顯著下降 其他省份的疫情方面 亞省的確診病例增加至12萬6068宗 安省27萬3660宗 灰省26萬6672宗 全國的確診總和達794601宗 疫毛人數方面 亞省至今有1246人死於疫症 安省有6393人 灰省有9941人 全國的疫毛人數達20527人 一名65歲男子在昨天2月4日 在素里66B Avenue13300號路段附近的一個公園 涉嫌新潭諸首非禮小童 奇警在今天早上發途尋人 下午就已經找到這名疑犯 不過奇警並沒有透露會對男子作出什麼指控 本拿比王家奇警辭搜查令搜尋一名17歲青年的房間 據信這名年輕人在一輛網約車上留下了一把手槍 警方在他的房間檢獲到武器 一桶已經裝滿了的彈藥和已經包裝好的毒品等物品 又說警方們努力執法令到毒品和武器遠離社區 如果想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準時收睇我們530視頻新聞 記得免費訂閱明豹Daily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鐘就可以收到最新消息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記得按個like和share影片 再見 到了2月5日 國民關心自然是打疫苗 總理道多今天重申 3月底前收600萬劑輝瑞和莫德納疫苗的計劃 和他去年11月說的一樣沒有改變 他又說每個禮拜都和藥廠巨頭談電話 得到他們保證3月底前可以收足疫苗 他又說了阿斯利康Atra-Seneca疫苗最新情況 加拿大衛生部下週應該會公布批准使用疫苗 預計本國6月底前會收足訂購2,000萬劑疫苗 但政府官員期後修正 杜魯多說的6月應該是9月底 還有衛生部未批准疫苗 現在說收疫苗時間線是不太實際 杜魯多今天也被追問 何時會實施對入境者強行檢測和要他們自廢住酒店的政策 他改變了語氣 由上週宣布新政時說的未來蘇州 改為As soon as possible 又說還會有新的陸路限制措施公布 但公安部長布萊爾在根尾的記者會沒有做解釋 只是說會要求過關的火車司機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遵守防疫隔離規定 雖然聯邦政府停飛去墨西哥加拿比海地區的航班 不過有加拿大人透過在美國轉機 繼續去到這些地區度假 上星期聯邦政府頒布了更嚴格的旅遊限制 主要包括從空路入境的加拿大人必須置在隔離14天 而且頭三天要自廢在指定酒店隔離 措施將會在未來幾個星期實施 政府並且取消去墨西哥加拿比海等地的航班 一個在中部位於劍橋直升機公司工作的飛行員說 由於加美陸路邊境關閉 很多去海外度假的加拿大人會先從空路轉入美國 然後再去到度假地 他們公司有短程航線 從安省行美頓飛到美國所有城 他說客人會通過陸路把自己的車運到所有城 自己飛到美國之後會拿回車 再開車穿越美國去到目的地 他說在政府實施新的旅遊限制之後 他們的生意少了 現在平均每個星期只有18宗生意 而他們的這些客人還打算開車回到加拿大 為了被告禁制酒店隔離規定 但是他認為政府很快就會收禮 到時他們的行程肯定會受到影響 據一個本地商業機師表示 政府在最近其實已經立了禮 由2月3日開始 除非是民航條例 604條以下的航空公司和海外航空公司 或者是多倫多、滿地河、卡加里 和溫哥華國際機場國內之外 所有機組人員在國內任何加拿大機場之後 都需要置我隔離14天 看來這班加拿大雪鳥 你現在想去度假 不是說完全不可能 只不過只會是更加難 在上年年底確診新型冠狀病毒之後 從醫院隔離病房逃走的難病人李詠強 避控一看任何人不得是他人濃受感染的危險罪 他今天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認罪 拿著拐杖出庭的李詠強 保律師代表 他在求情的時候說身體越來越差現在無業 每個月只靠五千多元的中援生活 他透露過年之後要接受小場棄手信 希望法定可以復款了事 他說要他坐牢真的會死 甚麼都沒有了 中援又沒有 讓他出去過一個好年 站位裁判官鄭潤聰問李詠強 他剛兩天去了哪裡 李詠強就說在街上睡 鄭官反問他為甚麼會回家 李詠強就說因為未清潔好還有細菌 鄭官又問李詠強為甚麼逃走 李詠強就說他本應不是走 但是突然打來跟他說 還有四支打喉針未打 不要走著 他說知道這針打到肚子很痛 一時魯莽就走了 鄭官就斥責他 六十多歲人還會怕打針 又說李詠強的合為非常自私 甚至可能引起新一波疫情 所以要向大眾發放清晰信息 本案是非常嚴重 法庭不會罰款了事 最終判處他即時監禁死個月 衛生署發言人在晚上發新聞故事出 直至今日共有兩名確診病人 因為違法規例被法庭定罪 被判即時監禁最多四個月 一個曾患有自閉症等病的十四歲男童 在上年2月24日 在天水唯一的商場中破壞連鎖零食店 優品360的分店 包括推薦貨物和收眼機 早前被裁定一項刑事選賣罪成 今日在屯門裁判法院少亂庭 被判18個月的禁法令 被告為十四歲男童 早前被法庭下令華雅索取當份報告 辯方今天在庭上表示 報告的內容正面 建議判被告禁法或入更新中心 而被告在華雅期間也有思考 對事件感到後悔 當時只是衝動用錯的方式行事 希望法庭可以給此機會 裁判官瑞佳麗 在聽完辯方層次後 先和被告一問一答 包括問被告怎樣 困住可不開心 犯法好不好玩 對警察好不滿 那怎麼辦等問題 而被告就回應 因為見不到相親而覺得不開心 如果有不滿 應該先和家人聊一下 而不是去做犯法的事 瑞冠隨後說 如果被告有不滿 可以試下幫人 他跟被告說 可能你力量很小 只有14歲 但是如果你每一天 除了發學都去幫人 這個社會可以變得更美好 而不是大聲說這個不滿 那個不滿 瑞冠又說 一點都不覺得被告自力摘戒 說被告口很聰明 希望她的口可放在對的東西裡 瑞冠表示 雖然被告是經審訊被定罪 但在案中的角色只是跟隨者 決定給被告機會 判處警署令18個月 期間需要遵守禁令 和聽從警署官的指示等 並勸戒被告 機會只是第一次 如果沒有改善 更新中心等你 多少個月 現在六個月 兒子還是女 這些當然不說 我想保持少許秘密 因為有些家人都未知 想我講完給她聽 然後就讓大家知道 兒子是不是很期待 做哥哥 小妹出生 其實她也知道 肚子是不同的 偶爾會過來摸一摸 但是我告訴她她會做哥哥 偶爾摸一摸肚子 叫Hi baby catch you 但是她人仔細細 是否真的明白什麼事 她才知道 為什麼叫小妖果 為什麼 因為第一次去照超聲波的時候 第一次看到那個畫面 那個 可以說BB仔 那個圖 它的形狀還好像一個小妖果 好像一個妖果 所以一直以來 都未想到名字 叫Baby catch you 暫定名字 中文名和中文名還沒有 還沒有 有什麼不同 華人有沒有說 有什麼改變 跟上次不同 上次我是 經常都想吃薄餅 今次我基本上 天天都想吃 現在是腿蛋子 是啊 所以我覺得 每個小人仔的性格 都很獨特 都有一些不同的事情 是真的感覺到的 你好像手腳都依然是這麼幼 沒有什麼 只有肚子 多謝 哈哈 因為沒有變樣子 上圍你都沒有 很豐滿 對 更早的 其實六個月都不太好 我想 腫的時候 應該是 接近尾的時候 才會腫一點 腫了多少 暫時 我又 好像 10磅左右 但是應該是尾 我上次都是尾段 衝刺 才會腫一點 所以暫時 都很靈活 很有能力 沒有升級 沒有?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遲早都會 老公有沒有當你女王 伏侍 我想 沒有 搞錯 間不中 因為其實現在 兒子 有 有 所以其實 一樣都是 他第一 正常的 應該 是否幫你老公 打造這個時裝旺角 是否幫他宣傳 宣傳 宣傳 我又不是很清楚 我是他的PA仔 那天 PA仔? 他有一天是 PA仔? PA仔? PA PA 因為他那天拍攝 我做慣拍攝 所以我就去幫幫忙 有什麼需要 這是他的project 所以我任由他自己做 大展拳腳 我說你老公在時裝街 什麼? 搞時裝 大發展 大發展 時裝王國 這些我交給他 我 Focus在安胎 你會不會生完嬰兒之後 會做他的育養模特兒 幫他做的 他是男裝 所以不關我 今天的新聞是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下星期再會 多謝